外送員提著貨品來到民眾家門口 下一秒他卻把整袋外送食品 像倒垃圾般全倒在地上 發現袋子裡還有東西 他還是不好好拿 繼續甩呀甩 甩到袋子掉地上 再撿起來猛烈 左摔摔右抖抖 將最後一個食材給抖出來後 他還敲了一眼 接著頭也不回的離開現場 顧客打開家門 看見這彷彿垃圾堆般的景象 還得自己殊食殘局 又夠傻眼 沒有看到有購買袋子的訊項 外送員也沒有打電話給我 那就把東西就全部倒在地上 袋子碎裂了非常多殼 這樣滿錯惡的 雞蛋破了好幾顆蛋一拳撒出來 其他生鮮食材 也被當成廚餘扔了一地 張先生透過外送平台 購買連鎖賣場的食品 沒看到架構購物袋的選項 還自己在家門口 擺放兩個袋子方便外送員 沒想到出來 看到東西散落一地 還以為是鄰居踢到 一掉監視器 這才發現是外送員 惡意亂丟 他一直在回覆我都提醒 也灌走了警察 他後面處理怎麼樣 沒有辦法追蹤 也沒辦法了解 向外送平台反應 不但一度等不到結果 至今也只收到雞蛋退款 疫情期間外送員辛苦 但不論是不滿爬樓梯 還是沒家買購物袋 想這樣把顧客貨品 滿地人要民眾怎麼接受 就算是倒垃圾也不會 這樣倒吧 記者綜合報導